耶稣对门徒说,父怎样爱我,我也怎样爱你们。 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中,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,便是生活在我的爱中。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,生活在他的爱中一样。 我对你们讲了这些事,是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,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 这是我的命令,你们应该彼此相爱,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 人若为朋友舍命,没有比这爱更大的了。 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,就是我的朋友。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,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 我称你们为朋友,因为我从我父听来的一切都显示给你们了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,而是我拣选了你们,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,去结长存的果实。 这样,你们奉我的名,无论向父求求什么,他必赐给你们。 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,你们应该彼此相爱。 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赐给你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,刚才我们的读经是关于圣玛迪亚宗徒的。 本来十二位宗徒里边没有这一位,这是后补的,替了卢达斯。 剩了十一个,后来伯德鲁说,再补上一个来,就选了这一位叫马迪亚的。 今天面对教会当前的情况,我知道很多人,各地的教会,在为我们这儿祈祷。 确实今天,在我们教会里边,也有尤达斯。 每次我们公布了几点的弥撒,很快上面就知道。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犹豫,不敢发通知。 别看都在这儿念经。 有的人不是来祈祷的,是来窥探消息。 要小心,尤达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我们今天做哪个选择,你到底是为了什么? 马迪亚替了尤达斯,后来马迪亚殉道了,致命而死。 今天的福音刚才读了两句话,我很感动。 人若为朋友舍然,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。 你们是我的朋友,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。 耶稣首先在讲他自己为我们死。 他说,你们是我的朋友。 不是像努力社会,主人地主或者当官的, 那跟下边的就没有办法比了,不在一个级别。 努力,套几十块钱就可以买。 但是耶稣说,我不称你们为仆人,为努力。 你们是我的朋友,为朋友舍命。 这句话说明,耶稣多么爱我们。 我们在他心里,他为我们死。 他多么看重我们。 说到这儿,我可以继续说, 今天我们在困难当中,这是我们的安慰。 耶稣每天,每时每刻,没有忘记他自己说的话, 你是我的朋友。 我们在天主眼中,在他心里是宝贝。 发生的任何事情,都是他知道的,他愿意的。 为了对我们好,他让发生。 无论教会里边,还是个人家庭里。 无论遇到什么,圣经上说,你们要感恩,要喜乐。 在一切事上,在一切事上,赞美主。 他给他的朋友安排的。 耶稣把我们看成朋友。 翻过来说,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当成朋友。 朋友为朋友舍命。 你今天,愿意不愿意为耶稣舍命。 可能你说没问题,到大队里边,让你签个字。 答应不要念经了,否则的话影响你的孩子, 影响你灵和做医疗。 影响你怎么样。 哎呦,算了吧。 我签吧。 人家怎么说,你就怎么签。 你还为耶稣舍命,差不多是如打死了,为了几十块钱。 有的时候不到事上,我们意识不到。 感谢天主,现在我们在困难当中,我看到不少的教友, 给神父表态。 神父如果有需要,我愿意去死。 把我关起来吧,没事,家里我都交代好了。 年轻的,中年人,上岁数的都有。 神父他拘留我半月,就拘留吧。 可是甚至包括,平常很热心的,甚至管事的,遇到事。 失踪了,不见面了,神父打电话也不接了。 因为知道堂里有事,一有事就找他,找他耽误时间,还冒着风险, 所以就隐没了。 平常甚至不热心的,不念经的,现在遇到事就站出来了。 神父,我不上班了,有什么事说吧。 去哪儿都行,做什么都行。 这时候就看出耶稣的朋友来了。 你是不是耶稣的朋友? 你准备好为耶稣舍掉什么? 风平浪静的时候,我爱你挺好。 遇到困难,逃之遥遥。 人若为朋友舍命, 会不会我们可以理解成耶稣对我们的一个邀请, 真正需要你为我作证的时候, 你要不要站出来? 其实舍命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, 是天主给的力量,不是你们拣选了我,是我拣选了你们。 你们才有这个勇气和力量为我舍命, 你们是我挑出来的,为我作证的。 我们为天主服务,为他舍点什么, 有时会委屈。 听听耶稣这句话, 不是每个人都能舍命, 不是每个人都能付出, 都能奉献。 你现在做了,不用给别人比。 耶稣说,是我拣选了你。 那么多人没有像你这样, 有天主的特殊的拣选。 好好祈祷吧, 但愿咱们都被天主拣选, 将来才能得到那个荣观。 没有这份力量, 平常吹大话可以。 到了事儿上, 腿哆嗦, 你迈不出去。 十一个宗徒挺好, 为什么还非要十二位? 伯德鲁说, 我们需要再找一个, 跟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证人。 玛迪亚被拣选, 为了跟复活的主作证。 我们今天被选出来, 是为了给天主作证, 他活着。 一找你, 你什么都不敢说。 那你信教师, 为什么? 将来升天堂, 你就这样升了天堂。 你得为主作证。 怎么作证, 平常的时候活在爱内。 你们彼此相爱, 今天耶稣说, 遵守我的命令, 生活在他的爱中。 这就是作证。 这就是作证。 有人理解成, 致命的时候我站出来, 可能一辈子都不一定有致命的机会。 你别看现在, 下下乎乎的, 好像多么了不起, 暴风雨要来, 事实上不一定。 事实上不一定。 不用害怕, 一切在天主手中。 如果真的有一天, 咱们致命求还求不到, 好好求着。 小德兰恩宠, 一直求着殉道的恩宠。 据说, 只要头一掉下来, 马上升天堂, 都不会下炼雨。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? 所以有的人等着殉道, 其实平常每天, 帮助身边的人, 带个笑脸, 挂个微笑, 说句好听的话, 帮助身边的人, 这些都是殉道, 牺牲自己。 这就是作证。 每一个门徒, 就像玛迪亚一样, 被拣选是作证的。 我们要是忘了这个, 我领洗了, 我念经, 将来我升天堂, 很难, 我告诉你们, 你不作证就很难。 每天活在爱内, 因为天主是爱, 天主活在我们的生活中, 他帮着我们取爱。 最后, 我请你们看, 这个宗徒是挑选出来, 他的资格是什么, 为什么选了他, 有一个标准。 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期, 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, 从若汉时期开始, 直到耶稣升天, 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的人, 这个是标准, 让他做宗徒, 他们挑出来俩。 做宗徒的标准, 从耶稣一出来, 到耶稣走, 一直跟耶稣在一起的。 最后, 我想请大家注意, 谁要想做宗徒, 有一个标准, 常跟耶稣在一起的。 谁若想成为主复活的证人, 常跟耶稣在一起。 每天祈祷吗? 你经常领圣事吗? 你每天读经吗? 常跟耶稣在一起, 我们才能成为证人。 否则的话, 成不了宗徒。 成不了证人。 你不跟耶稣在一起。 一天忙到晚, 连个经都顾不上念, 你怎么会成为证人, 做宗徒? 将来就很难得救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, 信都信真一点。 不要挂个名, 林贵西将来偶尔念念经, 别人劝你也不当事, 最后死之前 找神父来忠服一下。 有的灵魂直到世界末日在炼狱。 让我们每天跟耶稣作证, 一离开这个世界, 马上进入天父的怀抱。 每天活一天, 渴望着离天主近一点, 常想到天主。 我做饭, 我扫地, 洗衣服, 我干活, 天主我也爱你, 让你喜欢, 我做好。 就不一样, 这样去生活每一天, 帮助身边的人, 这就是作证, 跟天主在一起, 我们会成为真正的证人。 阿们。 有的灵魂直到世界末日在炼独的地方, 我们会成为真正的证人。 我们会成为真正的证人。